我認為對於中任經驗房的轉型 社會有所期待 那麼我們認為開大門走大路 是佛化部來提出這個草案 從法治面來推動轉型 但是這個修法我們期待透過社會討論 來聯繫共識提出草案 所以我們已經組成了推動的諮詢小組 來協助我們 促進社會討論 聯繫共識提出草案 那麼從法治面來進行修法 因為現有中任紀念堂設有 中任紀念堂的管理處組織法 那麼在管理處組織法裡面 明定文化部會辦理 兼總統講公紀念文物資料收集點藏 展覽及一文推廣活動 特設中任紀念堂管理處 那麼有明定相關的包括史料整理等等紀念思想的這些工作 所以中任紀念堂的整體轉型有必要從法治面來進行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舉辦社會討論來領據共識 然後正式提出修法 所以在這個社會討論當中 我們會來促請社會討論為何要轉型 如何轉型 轉型後的用途 那麼以及它相關的程式規劃等等的問題來進行討論 所以我想剛剛提到方法名稱 方法轉型後做什麼都可以開放討論 不設限都可以開放討論